早上,欢迎来到这个本期视频,我是张衡 在本期视频的话,走进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its Undergraduate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这是威斯康森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森的商学院 他的本科的BBA工商管理的学士学妹的校 威斯康森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这也是,其实在中国留学生里面算是很知名的一所大学了 不算是陌生的大学 虽然说其实被提及的这个次数 或者说中国在留学生的圈子里面被认知的次数 可能没有说能够达到像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加州大学 包括像NYU这样的纽约大学这么的被提及的率 但是大家别忘了,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是美国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AAU的大学的成立 叫Funding Members 成立性质的成员 所以这很牛啊 你想成立这个在多少年前啊 那快有小200年了 一百多年前 你想一百多年前我们还在干什么呢 一百多年前成立性质的美国大学的联盟 AAU叫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现在这个联盟已经发展到很多的成员了 但是在当年 这可是被哈佛和像Stanford这种 这种最顶尖最顶尖最顶尖的这些大学 一块啊 搁几个凑了个局 咱可以这么说吧 咱就老百姓聊天 是不是搁几个组了个局凑了个局 一个餐厨方上吃了顿饭 是吧 也许 I don't know 我怎么知道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 对吧 一块建立了这么一所大 建立这么一个联盟 那么这个联盟现在也是在美国 算是在大学教育系统里面 最具有影响力的 其中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联盟 所以这个大学是Funding Members 是成立性质的成员 你看你就说欧盟那么多国家 不是也是搁几个凑一块组个局吗 对吧 组个局一块天天跟美国干 对吧 那你说欧盟这些国家 它也有成立性质的国家呀 它有后来加入的国家呀 对吧 其实一个性质 所以大家就理解到 它作为成立性质的大学 这一个名额在这里面的 绝对的话语权 Universal Wisconsin 为什么后面加了个Madison呢 是因为Universal Wisconsin 主要有两个最主要的校区 一个是它是在Universal Wisconsin 这个系统下的 对于Universal一个州的名字 这个大学的本州的建立的 这种州立的教育系统 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的初衷 建立大学系统的初衷 是Serve the Moroccan People 是服务于美国人群的 是教育美国人的 让美国人接受到高等教育 让每个人都接受到理解教育 和接受到教育 没有任何一所美国大学 建立的初衷是 Oh let's serve the Chinese people 我们来服务于中国人 没有 中国的大学的建立 是服务于中国人的 这话我就不知道哪儿说错了 每期视频一说这个话 就有人喷 说美国大学 就是应该为中国人开的 那你说美国大学 为什么要为中国人开呢 那中国的大学 难道为美国人开吗 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对吧 一个大学 它建立的本身的初衷 是服务于本国人 接受到教育的 那么本国人 如果太过零散怎么办 如果就像 就像美国这种 一盘散沙 散的整个 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土面积上 一个州的这么大的面积上 怎么办呢 所以它就在州立系统里面 成立一个整个 一个州的教育系统 有很多的分校 那么Universal Wisconsin 它有主要的两个校区 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也是它的旗舰型的校区 是Universal Wisconsin Medicine 也是中国留学生 可以说认知 也就到这一步了 能至少知道 Universal Wisconsin Medicine 这个学校 一般大家都会说 U-DAB Medicine 还有一个是Universal Wisconsin 叫Malwaki Malwaki呢 是在沿海的 算是沿海吧 或者沿湖啊 就那一片跟加拿大接壮的 那个地方 在那个湖边上啊 至于那湖最后 留不到 留没有留到海里 张老师不知道 管他 管他留哪呢 咱也不是学弟弟的 对吧 他就沿着那个人口 稍微聚集一点的地方 那其实Universal Wisconsin 还有很多的校区 在整个的 Wisconsin的这个州里面 这个州挺冷的 这个州真的挺冷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不知道 你说移民加拿大图啥呀 我现在就 我现在就很不理解很多人 就是 你 咱就聊聊天 你就看哪个地方的 你看哪个地方的国籍 是越来越值钱了 你看哪个地方的国籍 是越来越直接给了 真的 你想你想我们家里人 像我说的那话 二年前 他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 那多费劲啊 你现在 现在 逼个业 学生基本都白给 甚至我见过 有些学生给都不要了 多冷啊 加拿大那边 多冷啊 我真是 我有时候也想不明白 你说 干嘛呢 你说有那个钱 去海南岛度个价多好 海南岛买个房子 今天晒的阳光多好 每个人选择 真是不一样 怎么说到加拿大了呢 就是说这个威斯康斯 这个威斯康斯这个州 很冷 这个州 真的很冷 它是在沿着 加拿大的边界线上 美国其实中西部 上面这几个州 教育能力都很强 那唯一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真的是挺冷的 包括你看Universal Wisconsin Universal Minnesota 对吧 明明苏达大学的双城分校 Universal Michigan 米其根大学 都很冷 但是 您才怎么着 它冷 它教得还好 我现在就发现这点了 就是你说 这好家伙 张老师就胡扯 就瞎得 嘚啵啵啵啵啵啵 我就觉得 它肯定是外面太冷了 所以这帮人 就你天天在屋里 搞搞学术 你要外面天天 大冬天的下着雪 出去干嘛去了 是不是 天天扫雪了 就都猛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人家教育的好 作为你想AAU的Funding Members 开玩笑 美国现在比他好的大学 有的是 他今年排40名US News 你想 他今年排名第40名 成立的一共就14个Funding Members 比他好的大学多的是 比他好的大学多的是 多的是 他在美国不算是那种 纯一线的那些的大学 或者长学 别扎心 这是客观事实 比他好的大学多的是 太多了 你随便拿手 一列比他好的大学 UCBurk UCLA 你随便举英文 多太多 包括我刚才点的 Universal Major 哪个不比他好 但是再比他好 他也不是 那12个 而不是14个 那AAU的成员 最早建立的 所以大学当年是很有实力的 当年是很有实力的 而且你看 现在 今年最新的 我给大家看 我这大家看不见屏幕 因为这有半全问题 Universal Wisconsin Medicine 今年 综排 这个大学 38名 40名 是他商学院 MBA排的40名 38名的 综合性的 南诗上Universal 教的最好的 就是他的工程学 第13名 然后商学院 本科的项目 是我们今天看的 BBA的学历 第19名 这个大学 其实有一个点 交得很好 就是他这个保险 保险是第一 包括我一直都知道的 就是他这个房地产 Royalistic 也是第一 这是老牌的Royalistic 第一了 到了研究生商学院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研究生商学院 MBA综合下排下了商券 商管院校排到了第40名 Royalistic 房地产排到了第6名 其他的唯一上榜的除了房地产第6名以外 只有accounting和marketing 所以说 就是就那么回事 就差不多就那样 当然了 张老师嘴里的随便一句 差不多 我的横调标准是 我的出发点和我的横调标准 是在美国大学里面 也就是个中上A-类的这种大学的水准 就是优秀类的 至少是优秀类的 绝对不会是B类的大学 它绝对不是二类的 它绝对是一类的 一类的大学 一类大学 你看从哪个维度来说的 你如果本科 商科教育能排到十几名 那从商科教育里面来说 本科 这就属于A-类的质量 十九名的 或者A-类的质量 那整体来说 四十名的算是A-类的大学了 但是美国呀 说句又要很多人不爱听的 你随便拿一层美国大学出来 你在世界上跟其他大学比 你让人家怎么玩 所以说就说这道理嘛 留学你国家 你选择的哪是一个大学一个校 你选择的是 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地理位置 一份你自己的四年的征程 对吧 你看看他美国他有四十名 但是他拿到全世界的级别上来说 那全世界 怎么着也是前3%或5%的这种比例 能达到 看玩笑 这是美国 我还是那句话 这是美国 所以有一些学生进来跟我说 我应该在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 欧盟这些 有些国家里面选 我应该怎么选 这种问题我没法回答 你选择的你不简单单单只是个项目 留学选择的背后的思考的因素 要远远超越于 只是单纯的一个项目 一个商学院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isconsin大学的Madison的这个分校呢 商科里教的是很好的 他作为14个叫做 你看AAU吗 我都给大家查了这个资料 不是我乱讲 我他懒得乱讲了 AAU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你看AAU的大学 在1900年2月28号成立的 1900年好家伙 1900年 他你看在这里面呢 有像比如说哈佛 哈佛 克伦比亚 哥伦比亚 詹洛斯哈佛契 释加哥什么的 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这些都在这里面 一共就这14个 跟几个啊 最近啊 他是什么级别的 包括宾夕法院大学 包括斯坦福大学 我能看见 就是说真的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一眼 这些大学 唯一可能在这里面 稍微靠后一点的 就是这所了 你想 你别不爱听了 你说是不是 你说 你说威斯康斯在牛 他能跟普林斯顿比 你看这里面 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比不过吧 Stanford他也比不过吧 耶鲁他也比不过吧 康奈尔他也比不过吧 Masic跟他也比不过 Masic跟他也比不过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你想 他的能力 他当年的能力 1900年那会儿建立的 很厉害 很厉害 本科教的很好 本科授予的是 上科里面张老师 我认为最好的学历 给的是BBA的 叫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就是给BBA的学历 给的很好 BBA的学历 在本科呢 是一个综合性质的 一个上科的教育的学历 大学的教育 你是要先完成 一个完人的教育 是一个通识的教育 是一个完成 让你受过教育的 一个citizen 受过教育的一个居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再说我们在大三 或者大四的时候 让你成为一个 具有商业思维 头脑能力的一个 初级的商人吧 或者说初级的一个 对商业感兴趣的一个 愿意接受教育的学生 真正到研究生 你才真正开始 就是来学习 在商业的某一个领域 这就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在美国 你看 你看他本科排的第19名 对吧 商管院校 大家看 本科排第19名 你这个大学 你如果真到研究生 MBA的商管院校的 综合排名里面 他不可能排到第19名的 他不可能的 我给他五年的时间 他都排不到前19名 为什么 因为到了研究生级别 玩的大学就多了 玩的大学就多了 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 他有本科的商学院吗 没有 但人家研究生MBA有啊 所以进行排名 对吧 包括Connor Connor是有一个 他有一个Johnson Johnson 他有个Dyson 对吧 他有Dyson Dyson的一个学院 还有一个Johnson Johnson 你看他的研究生 Connor排的也很靠近 包括UCLA的Anderson 你看他本科玩吗 人家不玩本科 所以你本科排19名 这算优秀 但你研究生 你排不到第19名 所以研究生排到多少名了 研究生排到40名了 对吧 40啊 今年2023年到2024年 不是说张老师 我陆七世民过来 非要来高级黑 或者来踩一所大学 我没有必要黑任何所大学 任何一所大学 跟张老师 没有一毛钱的利益关系 只是中肯的一些看法 你如果说这是老子我的母校 我不爱听这些的 你可以往下滑下一个 看小姐姐跳舞 对吧 但只是我是给很多的学生 留学生的家长和留学生 减少在留学过程中的 这个信息差 这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留学的信息差是太大了 现在留学的信息差 大家在选择一个项目的时候 都不知道这个项目是干什么 在教什么的 听了中介几句话就来了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我就觉得这事也是很奇怪 我觉得留学行业里面 有些个别现象 真的我觉得我可不理解 第一 给你资情的老师 连中国都没离开过 他居然给你推荐海外的大学 然后告诉你应该去哪一组 这存在这种个别现象 可能占了行业的5% 10% 这是让我张老师 很不理解的一点 非常不懂这怎么做到 我也挺佩服那帮人的 好像我国外都没有生活的 别说生活在国外了 没在国外待的 他怎么能了解国外这些大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你的100万 200万 你本科至少200万人民币 300万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投资 去问一个月挣8000和9000 1万的人帮你来进行选择 我不是说他们挣的少是问题 我是说这个点在于 他们不是应该帮你选择 不管对方挣多少钱 他们不是应该帮你人生风 做出决定的那个人 你作为留学生 或者你作为留学生的家长 你才是真正为自己应该做决定的那个人 不要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你来到美国留学 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独立思考 建立自己的判断的价值观 认识观 这些都很重要 好吧 我们接下来呢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一块来看看 Universal Wisconsin Wisconsin大学 他开设的这些项 本科的这个BBA的项 他开设了哪些的专业 他设置了哪些的分支 包括他的这个合作的 我看他合作的项目 还有清华呢 他合作的全球项目 还有清华的名字 我都看见了 清华University 他本科的录取的条件 大概ACT或SAT的比例 所在的分数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我们接下一块看一眼 就是他在美国的本科教育里面 商管院校也是分为 跟华大一样 跟另外那个Universal Washington一样 还有Direct Freshly Animation 就直接的新生的录取 也有转学 从本周系统内的 就是在Universal Wisconsin 这个system里面 Wisconsin大学教育 就是为什么开车说 Wisconsin这个系统里面 转进来的这种方式 以及从本周外转进来 甚至跨国进行转学 你要求的整个的这个语言 包括课程的一些要求 这个其实很复杂的 这个事情 树叶有专攻 好吧 我接下来呢 把屏幕切给大家 我们先从地理位置开始了解 这个坐落于加拿大边界 所接掌的 这个一个非常气候寒冷的 一个历史悠久的名校 好吧 把屏幕切给大家 学校是真的挺好看的 我只是真的觉得 有点冷的地方 我是去过 我正好是冬天去的 你看Wisconsin在这 这还不算那么北呢 那Minnesota你看旁边 明明苏达 上面就是加拿大呀 你看这不是吗 加拿大 这实现是 国界 实现 就这个地方 画的这个实现 这是国界 上面是美国 上面是加拿大 这儿 Minnesota 你看 North Dakota 大家留学生 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州 North Dakota Douth Dakota Montana 好家伙 张老师 如果有一次开车 我跟华盛顿州 溜了溜了溜了 开车到 Montana 我人都开在校园里面了 我都看见路边上立了个牌 写着 Student Service Center 学生服务中心 好家伙 我都不知道 我开在学校园里面了 我之前在美国有个校伙 说这个州 佛罗里达州 度假的升级 佛罗里达州 游泳池的数量 都比Montana的人口多 当然了 Wisconsin Wisconsin 在美国 算是 中西部里面 经济非常核心的几个州了 就这几个州 你看 Michigan算一个 Wisconsin 和Minnesota 对吧 就这三个州 算中西部里面 非常核心的州了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虚线了吗 这不是这修路不是 这有个虚线 这个虚线 是这个Wisconsin 州跟底下的 Illinois Illinois州的 州界 但是你看芝加哥 它是处于哪管理 芝加哥是中西部 最大的一个影响的 影响的 一个芝加哥 最核心的一个城市的 一个范城市区域 对吧 你看芝加 你看芝加哥 它属于 它属于在哪 它属于 Illinois 我们之前 大家看UiUC的时候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na Champaign UiUC的时候 我们就说到哪了 说到它为什么叫Urbanna Champaign呢 因为它在的城市 就叫Urbanna 和Champaign 这两个城市 那么它有另外一个分析 就叫UiUC 就叫Springfield 就我鼠标在这个地方 那么 UI就是University of Illinois 就英尼诺伊大学的系统下 它是以地理位置进行命名的 Urbanna Champaign 伊尼诺伊州大学 Urbanna 这个分校 你也可以读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Springfield分校 它还有一个分校 我有学生 我之前带过学生在 叫UiU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 为什么说到这儿了呢 看上去跟今天说 这个毫无关系 我是想跟大家说 这个主要的经济的就业 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的经济体 它的影响范围 它会影响西区 周边的这些学生的 毕业的就业资源 来到这个大的这个城市里面 所以你看芝加哥这一片 大家看人类活动区域啊 人类这地图可不是张老师 哪根笔在画的 地图的活动区域 看这个黄色的区域了吗 这个沙漠画说白了 就是人口画 绿植都被开采了 砍了 把树 您猜怎么着 树都被砍了 你看这都是有树的地方 这都是有树的地方 这都是绿的 那这儿没了 这儿城市了 所以你看这城市范围有多大 芝加哥影响力很大 沿着这个密西哥的大湖 所以你看沿海有poor的地方 它经济发达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在这儿了 对吧 然后今天在这个多多长有点大吹城的性质了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大学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大学 比较偏 那是个大学城的救助体验 不是大城市的救助体验 上面上面这都荒 荒无人烟的 这还有伊尼安那儿的保护区呢 上面加拿大了 你看我这 我这说开着我说加拿大移民那些 我是有时候也不理解 说真的 你说真的 加拿大所有的经济体 但凡能说稍微加拿大稍微繁华一点的 都是挨着美国 都是挨着美国 其实说句扎心的 我以我做这么多年 这行业了 有很多移民加拿大的 他们是弄美国费劲 要不他们要弄美国轻松 往上都弄美国了 你看这稍微有点 你看这儿 Motro Rail 是不是加拿大的 主要的 奎北克 包括Motro Rail 挨着美国吧 对吧 莴太华 Torrento 都挨着美国 只要但凡有点经济体的 都挨着美国 包括这边 Vancour华人区 挨着华盛顿中 对吧 所以说好山好水好寂寞 说了就这样 一个人一个活法 不同的选择 我只是有时候 我是自己坐着 有时候想不明白 说真的 我这心觉得 好家伙多冷啊 加拿大 当然了 也许有些人就觉得 有些人还觉得 冷点挺好的 所以这就是人者见识 没有什么 所谓好与坏的 我只是坐着 就好奇 我是不太懂 他们为什么要 去加拿大 今天这个大决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 是吧 很强 很强 14个AEU的 Funding Members 在这 很强 你说学生毕业的去哪 芝加哥呗 Chicago呗 主要就是中西部 一个最大影响点 这 Minneapolis 这是那个 这是Minnesota的 主要的人口 聚集的地儿 所以你看周边 其实隔得非常远 没有什么经济体 好吧 大学很漂亮 典型的中西部大学的 这种风范呀 而且是典型 具有美国历史的 这种历史性的 这种大大 这种Land Grand Research University 就是美国当年 拨地的 联邦政府拨地的 那些大学 所以说 从历史上 从口碑上 从大学的 就读的体验上 没有任何一点 你可以质疑 这所大学的 这是一个老牌的 王牌的 历史悠久 具有沉淀的 综合性极强的 一所中西部的大学 我们一块来看看 这个BBA的项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Wisconsin大学 这个州的整个系统 然后这是麦迪逊的分校 这是整个大学的 这个网站 A major for every passion 不管你对哪个领域感兴趣 都有一个适合你的专业 A degree for every dream 任何一个发展的方向 这不是商学案 这是大学 这才进到商学案的 你看标不一样 这是我先大家看这个大学 这才进到商学案的 对吧 Ud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You'll find your fate 你会找到适合你的选择 Our campus offers more than 600 undergrad and graduate majors and more than 9000 courses 好家伙 好家伙 Our campus 真是大的这种 公立大学 中立大学 好家伙 这大国主角子的能力 好家伙 真是震撼 真是震撼 excuse me 6th undergrad and graduate major 600个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 600个 600个专业 一个大学 600个专业 好家伙 and more than 9000 courses 超过9000个课程 太猛 from mechanic to zoology 好家伙 这是动物园学吗 超出了张老师认知了 好家伙 真是超出张老师认知了 好家伙 我来看看 这是 我们来google翻译一下 我真是 我没理解错吧 这难道真是动物园学 还真是动物学 好家伙 天啊 从会计学都教到动物学了 好家伙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从 我知道它为什么拿个动物学了 因为这是z开出的 从a到c 以及其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各种各样专业都有 whether your decided or still discovering will help match your dream to your degree 不管你是不是在在还在已经决定了你要学什么专业或者还在想我们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的去 那么我们今天看的呢 几百所商卷几千个项目了 几百个商卷里面 在这么一个地方 在这么一个 威斯康森州虽然算是比较重要的州 但它也没重要到像纽约州加州或者宾夕法尼亚州 或者密西根州密西根这种州的一种级别啊 在这么一个州里面啊 好家伙 您这真是垄断了 八卧客 47830名学生 别大学别活了 好家伙 这太猛了 这州才多少人啊 在这个州在这个连一段的学生 美国才多少人口啊 洒的中西部才多少人啊 中西部还有在这个士林上学人口里面啊 好家伙 我涨了47000多人 average class size 平均每个班32个人 挺好 平均真的是很说明问题啊 张老师一个月挣5000块钱 我跟马云一平均 我发现我也一个月挣好几好几千万 courses9146 9146门课程 平均3.85年去完成一个学历 这个东西平均下来研究生都完成一个学历才一年 对吧 什么东西平均下来其实没有太大说不易 就像我刚才说的知道我跟马云一平均我还挣好几百万呢 Wisconsin's for business 我们来到商圈看看 这个商圈交的确实是不错的 你想本科19名啊 而且这是美国啊 这是美国 本科19名 Trusted leaders to shift the future of business 可被信任的带领者 改变未来的商业 你看商业的整体 Endergraduate 本科 Specialized 我经常讲的很多的研究生的项目 我老师研究生在某一个领域进行下垂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你如果研究生你把这根笔看成研究生的基础教育的话 那么研究生他往下面进行下垂 某一个领域往下走 也就是说你学的这些都是基础领域 你往某一个领域下垂 比如说你学了整个的本科 大一大二 大三 这些都是基础课程 然后你说大四我学保险了 那么把保险这个东西拿过来 往下一锤给你加上 研究生也同样道理 研究生永远都不是并排学的 研究生永远是让你在某一个领域向下进行沉淀的 这种研究生的项目 我们管它叫做specialized master degree 就是专一性的特定性的 或者专业擅长某一个领域 因为specialized master degree 解决的是学生的就业问题 那么同样呢 这里还有它的这个MBA的项目 而且这也是一个doctor degree的grinding institution 你在这个级别 Wisconsin在这个到了这个级别 都是能给你想它14个funding members of AAU啊 都是能给博士学历 实力不容置疑 Entergraduate 我们这是我今天看的项目 11 majors 11个专业 Midwest Value 中西部的价值观 我不想在这里展开讲这个事情 这个可能你得对美国了解深一点 你知道它的言外之意 Midwest Value Global Influences 全球的影响力 我还是那句话 你就算移民在美国 你每个十年 你很难理解这句话 言外之意 Midwest Values 中西部的价值观 Number 9 In Public Inter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 你看 我刚才不是说是19名吗 对吧 我刚才说是19名本科 那这儿的地方怎么成了第9名了 是张老师说错了吗 是US News瞎了吗 给了19名 而大学这边胡写写了个 我还又看脸就是19名 大学胡写写了个第9名 不是 这儿因为家里一个词叫Public 公立大学里面 排第9 公立大学里面排第9 US News排名呢 是公立司机它都一块排的 Number 10 Public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你看我之前就老说 我说在美国 我之前就老说这话 我说在美国 我们主要参考的排名 就是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美国的这个排名 我很少看QS排名的 QS排名呢 张老师我个人觉得 他对美国大学的排名呢 这个事情还是得书业有专攻的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呢 他对美国大学的排名 还是相对客观的 这个排名这个点啊 得在于三方进行承认 或者进行使用 一方呢 是排名机构 你随便怎么排都可以 那张老师 我还能自己出一个 韩式排名 是吧 那没有意义 没有人参考 那么大学呢 胎离任 而且大学愿意使用 所以我带大家看了 这么多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在美国 大家会发现 在美国的商学院管理学院 他们最愿意的 基本上使用率最高的 也最主要使用在他官网上的 也其实最具有说服力的特别说是 就是这个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如果这个排名给的好的话 那么大学是一定会优先 把这个排名放出来的 言外之意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的大学 他的US News 其实给他的排名并不高 他会用一些其他的排名机构 给他的排名 他那个数字好看 然后放上来 其实我并不觉得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还有一点呢 什么叫三方 你看学校是第二方 第三方呢 就作为我们的咨询师 作为我们的学生方 选择方 我们也愿意参考 认为他这个排名是具有价值的 所以呢 在美国大学里面 我一般可以说99%的情况下 我只看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相对来说 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说呢 还是非常的客观和中肯的这个排名 没有一个排名是完美的 但这个排名还相对来说比较中肯 所以这个很强啊 你看US 你看他都是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Public University 公立大学全面排第十 Fortime NBA 这是你看Public 是公立的 他的整个的二人二 虽然网站更新还挺快 就因为整个的 综合的三广研校研究章 排到了第40名 那这个地方 他是公立的排到第十八 Fortime NBA 排到第十六 然后商业分析 你看这QS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QS商业分析给了第八 然后Public 公立大学的EMBA 其实来说 在美国 公立和私立 各占一半天下 就是 就是有些家长进来就说 不行 我孩子一定要上私立 因为公立大学都很垃圾 我一般听到这句话 我就不爱听 虽然这些大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加州系的 UC Berkeley那也是公立大学 您能进去吗 您进去了再说 好不好 对吧 所以说不是说公立就一定差 公立也有交的好的 我可以说 那些顶尖的公立大学 90%以上的留学生 根本都进不去的 考不进去的 公立就不好吗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平衡点在于 公立和私立 在于这个项目能给学生交出什么维度来 公立和私立的点在于 他只是从 资金的来源上来说 这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说 私立就一定要比公立好 那公立 大的公立的顶尖的公立大学 那你可以看平均毕业就业率 平均毕业就业工资比私立的高得多 然后还有一点很可笑的事 您猜怎么着 然后进来那些有些家长的孩子 觉得公立不好了 你还考不进去呢 所以说这就是 所以说没有在 这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大学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没有严格意义上来说 公立和私立绝对谁比谁好 你像今天这个University of Wisconsin 作为公立大学 你敢说他不好吗 他很好 他是顶尖的大学 他是14个 Association of Marking University的Funding Members 很强 至于有些人说资源 在美国的大学教育里面 如果你真看透了 你就会知道资源永远是 往有资源的学生身上进行倾斜的 可是这很公平 那有些人说那不对 那我家里穷是不是就没有资源 不是的 是说你的成绩要高 这是你的资源 你参加的背景经历要丰富 这是你的资源 你越丰富 其他的项目就越越选择你 你成绩越好 这些未来的资源 就越会学校资源 越会倾向于你 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 其实大学就是跟一个小城的社会 是一个道理 在今天社会里面也是资源 永远是那5%的资源 只有那5%的人可以拥有这个资源 大学里面同样的道理 你走到这个大学的5%或10% 你就能够拥有这大学里面更多的资源 对于正常的国际生来说 一个几百年的名校 甭管公立和私立 他的资源是足够你用的 你往往是大部分学生 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些资源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所谓的公立大学 给不到任何的资源 给到学生 不存在那个点的 存在的在于 你根本学上你本身意识不到 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资源 资源就在那放着 大学资源就在那放着 但是他也欢迎每个学生来用 但是很多学生他不用 因为他们认识意识不到这个点 译语师 译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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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这些子自己是最大的红颜色 超过45,000的小学校确实挺好看的 你看这湖 对吧 Endergraduate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像 Ender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本科的商学院 这是本科里面给的最好的一个学历了 我认为的 因为这是BBA的学历 因为BBA呢 你再往上把这个batcher换成M 就成了MBA了 所以这是商科一体化 Earn your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cuse me At the top-ranked Wisconsin School of Business 在顶尖的Wisconsin的这个排名的商学院里面 得到你的BBA的学历 本科的学历 成为下一个优秀的杰出的商银带领者 The Wisconsin Business Badger experience is about you 这个地方取得个谐音啊 好家伙 因为这个是这个是Wisconsin它那个球队的那个Badger啊 好家伙 他就是他那个球队那个Badger那个Badger 他正好取了一个 取了一个球队啊 就是他那个球队的协议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Badger也有这个徽章的意思 所以他就说你可以拿到这么一个啊 这个很强妙啊 这个英文用的很强妙 The Wisconsin Business Badger experience is about you 有一切都是这一切的商界的经历都是针对你的 You build up strong academic foundations 一个一个一个强大的什么 Academic foundations 强大的学术的基础 Make meaningful connections 建立有价值的影响力 It's for career pathways 发展那个职场的发展的方向 对吧 And along with your passions 跟你的热衷的事情相符合 And the demonstrate leadership skills That make you an empathetic and relentlessly curious Intellectually 今天这个真是赵老师 我这个大舌头人绕不过来的 Interlectual confidence 说西班牙语出了 Purposeful business leaders 什么意思呢 你的passion的热衷的事情 Domestrate leadership 是一个你的带领的能力 让你作为一个有同理心 有勇气的 可以按中文说就是具有大无畏的精神 勇于挑战的精神 Intellectually confident 就有 这个学术上非常自信的 做一个充沛自信的人 大家可以这么翻译 Purposeful business leaders 价值 有这个想法 有价值的 Purposeful business leaders OK 11个major 这后面我都打开了 我又给大家看 11 majors 这个说明说明 说明了 这个非常的comprehensive 一个business program 非常全面的一个上课 本课的项目 能开11个专业 也同时说明了 这个大学应该人不少 上学 他能开11个major Find a business Find a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寻找带领地的机会 对吧 然后 那梦想的一个 Corepad 这有点像是感觉 这哥们公司来的 然后这一群学生 坐着听公司人讲 学生的活动 呦 这来哪啊 这不是咱大北京 大首都吗 这你看这万里长城 这骄傲自豪啊 现在国外这些大学 可喜欢一发像 我们就发万里长城了 在他们眼里 就是神秘的东方大国 其实有什么神秘呢 这话都话里有话里有话 他们这外国人说这个 有什么神秘的 我们一向国家 都是开放和自由的 有什么好神秘的 他们不来 他们觉得神秘 对不对 咱大北京国际的大首都 有啥神秘的 你来呢 你天天来你就不神秘了 对不对 这你看大公司 比落台在这 对吧 挺好 多来了解 了解中国文化 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总是好的 学着中文也挺好的 Choose Wisconsin 选择Wisconsin 你看Public Integrity又来了 本科的上科项目第九 Public University第十 所以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都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大学 一个项目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排名机构是什么 但是这个叫 Number One University For Producing Fortune 500 CEO Fortune 500是这个 Fortune 500 CEO第一的大学去生产 培养他们 真的是这样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95 students didn't receive full-time job offers Wisiting 6 months of graduation 你看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 你看6个月 这是6 months 6个月 95%的全上拿到了 Offord 华大这边是3个月 97% 华大那个也十几名的上科项目 好像就跟他并灭吧 华大好像也是十几名 我看一下 华大还真是十几名 Georgetown 13 OSU Rushandown 你看旁边的 你看这哥几个真是并列 刚才我说的Universal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 Minnesota就双重分教第十九年 Universal of Washington 华盛大局十九年 Universal of Wisconsin Madison十九年 所以华大跟他是并列的 但我们之前看华大那个项目 本科那个 那个 华大那行 那行不是BBA吧 BSBA吧 还是什么BBA 我记不清了 路项目太多 上周路了 那华大那个 低了 7万2平均就 鼠标呢 7万2平均就有公司 97%的就业率 华大那是真猛 Start here Go anywhere Wisconsin business graduates tips your skills to fortune 500 corporation majure non-profits in startup 然后去了各个地方 那我们点开看看 看看他去纽约去哪了 Heaven 什么怎么念去 他这是华裔 DBA Audible Audible大家知道吧 哎呦正好到了audible了 这我真是没提前点看 这audible 是amazon旗下的公司 我还让我的学生在audible上 听书呢 这很重要 听书 看一个圆环境 去哪了 Worgren 你看这都大公司 Worgren很大的医药公司 这我就不知道去哪了 看看加州去哪了 这个位置像是Google所在的位置 我们看看是不是Google 不是哎 啊你看这有个去Google 中国人吗 那个中国人去了Google 多好 我就说这在Google的位置 很好 都挺好都挺好 不错 majure 11 majors 是一个专业啊 商科的四大专业 accounting finance marketing 和management 他在这边没有直接看到management 他的management 其实这就算是management了 其实 因为美国对management 理解更多的是从人角度 我在之前视频说过 好不想再重复了 这个专业是不常见的在本科 exercise 精算学 这个精算学跟哪个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呢 跟风险管理 因为精算是你要算出来这个risk 的premium 就是比如说你打电话的保险公司 你多少钱 凭什么多少钱 爱与业付款 比如说我没有出过这么多年我没有出过 我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给大家仔细看个这两个项目 就是这个 actual science 这个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教的好的这个学校 一个是wisconsin 就是wisconsin这个教的好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原来十几年前的母校 tampo university 这个教的也很好 我们之前那个教授说他之前他还作为这个顾问团队 去过中国 然后给中国的社保 就是像美国的41k嘛 然后给出过这些规划和想法 也是作为专家团队去参加我会议 所以你想他这个risk management风险管理呢 可以从很多个维度教 他可以是从cassual risk 就是损失性风险 比如说我开车把别人撞了 我就给别人修车 那这个属于comprehensive 别人把别人把我撞了给我修车 那是liabilities 反正不管就比如说我这个房子 然后着火了 这个on the fire 这属于就是property loss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financial的perspective 比如举例子像Universal of Wisconsin 比如举例子Universal of Connecticut 康州大学 康州大学呢它有一个硕士的项目 叫做Massal Science in Financial Risk 金融的风险管理这个项目 这项目交的就很好 它就是从金融角度在交风险 因为你想 Connecticut嘛 康州康州是干嘛的 就是弄保险的 The Capital of Insurance 这个保险呢 还有一种交法 就是这个healthcare 健康医疗的保险 因为美国这个医疗系统呢 它是涉及到这个medical billing 它跟 就是美国的这个医疗系统是全世界 应该是最差的医疗系统了 这个至少在欧洲人眼中 或者在加拿大的人眼中 在美国的医疗系统就是个笑话 这个真的是 这不是无脑吹 这就是客观事实 别美国的老移民不爱听我说这个 真的是 真的是这个 大家活在美国都知道 对吧 这不用我说 你看2016年Bergy Sanders去竞选的时候 民主党这个 他不是说吗 你美国这个 但美国这个医疗系统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个问题 还是那句话就是欧洲人是把生活玩明白了 你去欧洲看看 你看欧洲人非常会生活 美国人把什么玩明白了 美国人把资本玩明白了 这个medical这个pharmaceutical这个医疗制药这些 这些跟只要跟医 你甭管是医生什么医护医疗什么医药 只要带这个医字 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 4 billion industry 4 billion dollar industry 好家伙呀 你看那个美国19500人公司里面 算什么war grain 这美国这个美国这个医疗就是 2016年才竞选的时候 Bergy Sanders说 美国每年20多万人等死 就躺着床上等死 没有钱去看病 有些人说美国不是去emergency room 就是那种急救他都免费了吗 是有了汉他如果拉在急救里面 他那个药只能够管你一天 或者管你两天 他不会长久帮你治这个病的 他不要被洗澡 或者被你大家去看看打一针要多少钱 大家去看看教师救护车要多少钱 大家别觉得这个好 你真正去欧洲或者去加拿大看看就知道人 人家真正欧洲和加拿大的那种医护条件 是怎么样的了 所以人家是把人家是真的是把把把这个生活 王命关了 但是为什么说到这儿呢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不我们不说道德 其实应该说道德的 但是在美国的商业里面 其实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道德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美国商区院包括研究生这个这个商管业教 都会一般都会强制学生上一门商业道德的课 就是他们把资本玩明白了 就你要挣钱还是要道德 所以这个这个只要是涉及到这医医疗医护或者什么医药 那都是成千上亿上好几个亿的这个这个整个这个行业 非常非常有钱 非常非常有钱在美国 在美国除了他除了房地产 除了他除了零售业就是这些了 看那些大的医药公司 什么Johnson Johnson Pfizer什么的 那了不得 你看那你们员工政策 那么了不得 那非常有钱 那他就他这个形成一个什么系统呢 就是他非常复杂 你包括奥巴马想改这个事情 你包括特朗普想改这个事情 到现在很难 动这个蛋糕 为什么 太复杂了 所以说他从整个的这个医疗这个钱里面 他还设计到背后的整个的医疗的系统保险等等的 因为 你是多多少少保险是能给你 coupay 就是能够给你 付一部分的 那么一旦设计的保险 付多少钱 你premium是多少 所以这也是商卷 现在很多商卷 不多 但是威斯康斯在这方面是第一的 所以今天拿出来 跟拿这个事情跟大家说到 威斯康斯在这个insurance是第一的 为什么Temple当年这个insurance也很强呢 是因为在费上有很多的大的医疗的这种保险的公司 这是很大的一个 这是很大的一个行业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行业 好吧 我们接着看看这个精算学 精算学其实是计算了 计算了什么呢 计算了整个在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 就比如说你打电话去买保险 随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精算是远远比这个复杂 那比如说你随便打个电话去买个保险 他会计算你什么 他会问你很多问题 他在计算你的risk factors 风险的点 他知道你的风险点以后呢 他给你算出来你应该每个月交多少钱 你有什么样的风险 对吧 你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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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是说我那张老师我去买保险 好家伙你就你就看这 你就看这 人家觉得张老师活不久 对吧 风险很高 嗯嗯 张老师说我心态好 心态好人不信这一点 人让我天天锻炼去到大爷的 我才不锻炼的 让我锻炼干嘛 人家活着一辈子 活两天得了 锻炼了 好吧我们接着看 哎 一个一个活法 哎 我我我我最不理解的就是花钱去健身好像 我花着钱 花着钱去健身接受痛苦 哎呦 一个一个活法 当然人家的活法健康 但是我是懒得动 这个精算是exercise 你看凡是保险 保险这个封建管理教的好的大学 你看tempo也是 他的保险也是exercise 精算学和保险都开出了专业了 这两个专业是相互相成的 精算学是很难的 精算学是很难的 我对学习精算学的学生啊 有很强的敬畏心理 你看这儿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这个精算学的组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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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儿写着 我其实是想看看他从哪个角度来学这个风险呢 看一眼 我感觉他一定不是 我感觉你看Mutual 他他应该 你看Travel 他应该不是说从金融的 他应该是从保险 他应该不是从金融工具里面去 那你看过来的你看 Risk Consoling Broker 然后Copper Risk Management 风险呢 这个公司的风险管理 然后Insurance 对吧 这是一个正末八经的风险管理的项目 这不是说从金融风险上来更多的偏向于震动的保险业 你看Potential Loss Exposure Risk Consoling Intermittent 风险的点 Statical analysis to quantify risk Is the stipend assets of the economic models 你看这个保险你看 Climate gestures 就是比如说我车撞了 然后我打电话 给保险公司 他们就会过来评估风险的损失 你看Precers 这个Examiners 对吧 And Investigators 这就是奔着保险公司去的 所以这是全面第一个 你想学保险的 孩子 尤其是跟健康医疗 物理性损失的保险 所以我们这里面 这都是涉及到的 这是第一的专业 这很好 这个Royal estate 也是第一房地产 我其实也挺好奇的 他是怎么一个商圈 能把保险和房地产 都做成第一的 我真的很好奇 你说他是怎么能够把 你说Wisconsin 也不是一个房地产的大洲 你说买度假房子 像Arizona是房地产大洲 加州是房地产大洲 德州是 然后佛罗里达是 你说Wisconsin 我刚才怎么做成了房地产第一了 好像 commercial 你看这有几个分享 commercial realistic finance evaluation 商业的地产的金融 金融就是贷款 抵押贷款等等的 评估等等 developmental construction 设计建造 这还真是建楼 builders build products pe bassman realistic pe 从金融角度学到多感觉 as a portfolio manager and broker coperable realistic 公司的这种 而公司的房地产 有点意思 这个房地产呢 中国留学生在商科里面学的并不多 这么多年带学生来看 他主要是体系不一样 你这个东西你这两天不是来说吗 一个政策是房地产花花花花又要涨价了 对吧 不一样 anerware certificates 这是本科的注册资质 其他的学院或商科 你可以修另外一个资质 很多啊 包括你看 这都是最基础的商业 business business manuals 企业家学entrepreneurship accounting 跨界来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来的 咨询来的注册资质 这有意思 这是accentral都来了 accentral 这是大资金公司accentral leadership center alc the go-to place for leadership it's one of the first in-house leadership center oh it's the first in-house leadership center in the u.s business school 全美商圈里面第一个 这个leadership 这个带领者的训练的这个中心 在美国的各大商圈里面 accentral 这也是大 这是很牛的公司 accentral workshop 小组活动 然后case competition 就是这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资源的倾向性 你资源都在这儿 你参加不参加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对不对 那没有说收费的 这都是学校的资源 你是天天在家打游戏 打abc罵辅助 打辅助罵abc 然后 要不就骂打野 还是说你去参加 去参加案例的比赛 去参加 人家workshop 学校资源都给到你了 这 这也是公立大学 全美 这公立大学 差哪去了 全美第一个leadership 研究中心 accentral leadership center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很聪明啊 他是本来这个business badger badges badger是他们的这个球队 然后badger是这名徽章 所以他是碰好用的一个写音叫BBB 然后business badger badges credential to earn credentials for participating workshop experiences affection opportunities 该有都有 sting organization 学生的组织 你看finance 你看这写的finance and investment society 金融和投资的 你看这最后不是去了吗 你看这二一届的 就没两天之前的事 二一届的去了 这不去了三双 create职场发展棒 我想看看 我想看看 这有没有公布 这个本扣的毕业的能力呢 database what kind of members intercept 等一下 people 这是这是一个测试 你应该去哪个方向 有没有公布这个大学毕业的情况呢 这个 这是 啊 这不就刚才点开那个吗 去了google 然后这里去的公司 target 这都大公司啊 target deloy ey pwc general males 大家可能对这个可能有点模糊 general males 大家可以看到你们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来自哪个公司的 啊 这儿 你好 这儿有 你看啊 95%的full-time position with six months of graduation 本科毕业95%六个月 而且这还是六个月啊 平均工资是六万八 minium sending bonus是五千 这个数值 是要比华大都弱一些的 从三个维族上都弱 从华大是三个月97 华大是七万二至六万八 但是 但是 并不代表这个大学或者交代学生就比华大弱 为什么呢 那边有个地理位置的一个因素 它是在中西部的大洲 华大是在西韩在Seattle Seattle Seattle的群职聚业工资 它毕竟是西韩Seattle的税是很高的 华大人主导的大洲 这旁边都是什么公司啊 Amazon Microsoft Starbark 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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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pedia Aquran也在这 Costco 那这都是什么公司啊 这是世界级公司啊 沿着海岸的 对吧 你在跟我说什么 这沿着海岸的大公司 你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中西部啊 所以说你看它盘名上 它跟华大并列都在第19名 这个数据 也算是不错啊 说真的 很多大学 三国院校研究生毕业 都达不到66万8 客观事实啊 Oh Factors 事实真扎人心啊 是的呢 张老师就在这儿依然怪奇有些学校 有些大学的研究生毕业 达不到6万8 这还是个本科毕业 有些大学 尤其是有些中国人乌洋乌洋的大学 MBA毕业 7万美金 那是MBA 这儿6万8是本科 所以已经是很强了 已经是很强了 我在拿它跟华大对比 华大是西北区的一半 所以6万8算不错了 你但是你同时考虑如果学生主要去了芝加哥 如果学生愿意主要去芝加哥的话 那芝加哥的公司水平也是很高的 这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实在不理解的话 你就想想北京上海是不是比别的地方挣得多 但是成本也高 一个道理 这刚才说过了 Diversity 那种子多元化 这每个大学都会讲的 啊 照 你看 来着 来着咱大首都 来着大北京 来着看长城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就是学生啊 一定要就是说有机会 多去参加一些跨国的交流的像 中间一个学生的这个这个事业角度 为什么呢 你看就是就是美国的顶尖大学 你在本科期间里面 你能干的最主要的两件事 一个是实习 第二就是参加跨国交流的像 他完 他充分的锻炼了你 作为一个本科的学生 你的世界观的建立 这很重要 所以你看这里出来了 Develop a global perspective 研究化的事情 理解国际商务和做为全球的经济一个共同体做好准备啊 等等了建立全球的社交的网络 然后这里面有各种的项目 有去一个学期的 有去一个暑假的 有去几天的 这个我还不能给大家分享屏幕 你看张老师这种无奈 就是因为有些大学啊 他不尊重一些事情 他把一些行众区啊 特别行众区什么他单列出来 那到时候有些平台不让我发了 我只能给大家念 这里面我知道大家看不见屏幕 这里面你看 你看这不写的吗 在中国这有一个北京 你看 China 北京 然后清华University Semester 医学期交换的项目 这有清华大学了 我点个看看 CIE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上海 上海 在上海 上海 这里面太多了 Chess Republican Denmark Copenhagen Copenhagen 商学院 对吧 英国的伦敦 France 巴黎 IES Francfort 都能看见 包括中国那个特别行动区那的都有 Dublin 这也有 米兰 这各国家都有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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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线的大学 我说了吗 A-类的大学 Langgren Research University 14个AAU 合作的大学 都是对方国家数一数二的 我一会给大家看 我先看一看网站上面有没有 胡写 我真是有时候真是怕了 有些网站 大家懂了 有些网站 他写的 这还好 这没写 我们来看看这 那这不是清华的项目吗 清华University Business Exchange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性的项目 那当然了 开会价是清华 当然了 Limited students 对吧 你还在介绍北京 北京 China's capital 北京中国的大首都 Has served the China living in several cultures for more than 700 years 超过700年的历史 和沉淀 这是清华那个项目 这是上海的 这是上海的 这是上海的去哪呢 CIE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Ehanced knowledg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ntext 这是上海的项目 这是上海的项目 我们来看看录取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来看看high school admissions 这个怎么能进到这个大学 或者这个商卷 high school student admissions 高中学生的录取 这是直录啊 就是商卷 你看这写着 direct admissions 这是最难的 这是商卷的直录的项目 是最难的 和最极有挑战的 Ehanced knowledge Ehanced knowledge and indicated business areas of interest that their first choice of major are automatically considered for direct admissions to the Wisconsin school business 你的第一志愿 选择商科的话 你会被自动考虑 进入到这个商区院 所以这是很难的 直接进商区院 都是很难的 本科的本科 一般来说 学生都是转进去的 当然你有实力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进 但是这个合制 美国公立前十个大学 你想想其中的挑战情况 application download 10月1号 spin regular early decision to fall 是11月1号 然后fall 是2月1号 你看啊 after receiving admission 如果当你得到admission 你可以有一种情况 是你被这个大学录了 但是你没有被商区院录 那怎么办呢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你可以学 per business admission process 就我之前就说 我说商区院管理学院 大学里面 是最具有竞争性的学院 很多学院不爱听 觉得牛什么牛啊 商区院学商了不起 不是说学商了不起 那你说为什么商区院 它有门槛呢 就像有些大学 工程学院教了好的 那工程学院为什么有门槛呢 对吧 我们没什么可牛的学商这些人 只是说人家商区院 有过更高的门槛在这儿卡 对吧 你看你 对吧 你大学录了 你商区院不录 你该怎么办呢 你只能学per business admissions 对吧 place of first year students 这是大学的 就是直接进 你看这是回到 你看 office of mission recruitment 这是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gazine 不是商区院 这是大学的 regular missions 就通时的 十月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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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封的 两封的 这个 iC 两个 完成 你看这儿 academic course preparation 那里面 英语四年 数学四 social science 三道四 science science single word language additional files 然后应该有个地方会公布 SAT和ACD的平均值 看一眼 tax optional through the spring 2025 这个大学现在也变成tax optional 就是你可以提交ACD ACD也可以不提交 而且他就说了 就算你不提交 你也不会有任何的disadvantage 就是有些学生可能觉得我不提交 是不是大学就会不愿意考虑我 他就说了 你提交与不提交都是同等对待的 你不提交也不会影响你什么 现在这是个趋势 现在很多美国大学越来越开始 都ACD ACD 这到底有点难 就是会考试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人才 但是考试呢 从教育角度来说 又是最公平的一种选拔人色的方式 所以大学也在探索 你看该怎么平衡这一点 看一眼啊 这是2023年的fall 然后2024年的fall 这儿M8R 看这儿M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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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阿Bicent 41% 1st阿Bicent 49% 2nd year 28% 这是商区院的 我就说商区院的 也就说等于是所有的直接申请的 然后大一开始申请的 大二申请的 3nd year prime and average GPA 你看他进商区院的要求很高啊 3.75到3.8 所以商区院是有门槛的 你得证明你自己 你得通过商区的预修那些课程证明自己 一般预修的可能6.8门 80%是3.5 6.4 所以商区院和管理学院你得提前规划 从大一开学之前你就要把课选对了 这很重要 要不你很多家长的学生意识不到这个点 就是哗啦哗啦哗啦上了大二了 发现傻眼了 进不去了 你看 不是我说的吧 你看Prepare City Board 你参加快国的校 大了这么多年学生带出经验了 我还不知道干嘛 对吧 然后这是转学进来的 Transfer Student Matures 转进来的 你有两种 一种是 你看一种情况是 你从Universal Wisconsin System 就整个这大学和 那个Wisconsin Technical College System 往里转 就是这个Universal Wisconsin System 就有十几个校区 然后你要满足这里面一些要求 包括从本校里面往里转 也说你本校转是一样的 就往上学里面转 还有一种情况 是你从外中往里转 或者跨国的甚至是往里转 他就有一些Prepare Quartz 所以说你在大一开始上学之前 就要把这个课程里明白你要上什么 而且你看这有要求 Minimum GPA to apply 申请最低的GPA 3.0 但是你刚才看这个本校录取 就达到了3.75 3.8 你就想想你如果你转就是有3.0的话 你觉得你能进吗 对吧 所以本校的商管院校是很复杂的 就很多学生你被这个大学录了 你录了是一回事 你被这个大学录了 你被这个大学的商庆和管理学员录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学校学费不便宜啊 我看了一样看看好家伙 这儿国际生NOW Resonance 4万一年 4万一年 我看那House差不多吧 也有稍微有点低我感觉 租房子怎么着一位1000块钱 5万8不止 你奔着你我觉得你奔着7万块钱准备 50万美金50万人民币肯定是要 大学这都算了我感觉这都偏低了 这是这个标准叫能活的我感觉 你看商区还有额外的钱呢 你看为什么工程学员有额外的钱 这还是公立大学呢 4万一年 看来学生录取进的情况啊 这是商学院的啊 2022年一共有total of 11192 new enterprise students 然后直录只录了756个人 然后per business录了430 也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大概是 女生大的47% 然后retention rate 这还可以成为大学留着住人 96% first generation第一代14 国际剩下不多啊 直达了9% 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学 国际生活有点少了 没有比比赛 常见问题里面有什么好值得看到 我可以直接申请的商区 我刚才也说过了 你可以直接申请 然后business class can I take a business class us in my freshman years 当然可以 废话 I hope you have done I'm hoping to direct committed but I can do standard orders 我也想直接被商区录 那我怎么能够 让我的申请性 比别人更强啊 哇 综合实力呗 你被 你被 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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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商卷没录我 所以你要先上 per business 所以它是有门槛 per business process 是怎么当的呢 如果 预修的商科 预修的一些学生 是怎么样的 这都写的 转学呢 看下转学 转学的话 你看这在本周 周内系统 有没有转学的学生 你要先想 你要先进到那个 周 你要想比如说你要想去加州 某个大学 你先进到加州的那个 本周的社区学院里面 就更好转 其他就没了 那看看这学校 这图书馆 这Badders 我刚刚弄 点没了 Madison 学校典型的中西部的 中西部的学校的样子 跟西北大学 芝加哥都有点像 然后这地底位置 我拿个给大家总结 总结 今天录的时间短 今天录了一个半小时 给大家说了 说了说这个 Wisconsin Madison 这个本科的BBA的项目 如果你过来总结 总结 就是如果 如果你想学保险 尤其是跟这种 就是正统的保险 不是说太多的偏金融那边的保险 或者风险 就是正统的风险管理的话 这个大学值得选择的 房地产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这有系统性的差异在这 而且 而且你有多少钱 那北京一套房子 你买什么呀 那北京一套房子 好几千万 你有多少钱能买多少 而且不让你买 这个房地产这个专业 为什么国际生在美国学的少 其实也是系统性的问题 那保险 保险确实是叫做很好 一个是保险一个是精算 这保险能做的第一 精算也不会交的差的 这学校 美国这就是点 你想 威斯康典 14个AU的房地 这典型的 美国这种 DUNGRAND 这种Racer's University 体育也好 学校也大 还有大学成的氛围 然后学生的各项资源也有 交换项目也可以 威斯康典的商线的本身的项目也不错 对吧 排名也很高 中排商管 研究生达到40 也算是很很不错了 算是 算是B加A-类的商管也较能力了 本科19名跟华大并列 平均的纪约率 你看它跟华大比可能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说真的那个能力碾压了 碾压了很多大学的研究生的 研究生毕业的平均的公司 拥质凭约9月率 所以很高 对吧 很不错 教导 你想 这是典型 那你看郭医生为什么那么少 这不少 有些大学为什么 有些大学为什么中国人扎盾那些大学 反而做了出去一塌不足呢 这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思考 什么是教育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对吧 很不错的一个本科 你像你要你就想长远来说 就战略性思考来说 你要进了伊丹麦迪森 你以后研究生去旁深旁边的Mexican 芝加哥西北 那你都是说了过去的 你从你本科从伊丹麦迪森毕业 你的学历是值钱的 你的商区院是值钱的 你学习的这个GPA是能够被别人认可所接受的 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非常rapitable的一个大学 非常有口碑的一个大学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大学 本科又授予了BBA的学历 BBA的学历又是商科里面综合性很强的学历 人人开了11个专业 两个专业全没第一 所以实际在这摆着呢 对吧 好吧 我每周五秒的免费的资金时间 大家如果想联系到网上 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的firstin.lastmaintancy.com 这个邮件是可以直接找到我的 如果你要想找我的助理的 可以给我 可以加上个微信 PCMC H&S PCMC GNJ 以及PCMC的Eric 加他们 然后跟他们说 你想预约免费的30分钟的资金 我知道排队 排队基本上一到两周 但是我一定免费资金的时候 把这时间给够了 我在资金过程中 不营销任何的学生 我不会把30分钟中 一个销售什么的 张老师不至于说真的 我这学生都排队了 我一定会把解决你的问题通过30分钟 因为我知道 对于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来说 信息差之大 对于学校选择之迷茫 是我在这个教育事业里面 奋斗终身的一个使命 和一个录这些视频的 坚持录这些视频的一个原则 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的留学生的家庭 和学生和家长 在选择美国这些大学的时候的信息差 为祖国 为华人群体培养更多的 这种优秀的留学生的人才 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商馆类的人才 好吧 以上就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是这种学习和生命之一 或是这种发展的人部分 是如何发展上的经验 和目标做作业好? 是否有两种参考应是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吧 在 Hannesie Consulting Group 我们理解所有尤其典的尤其赛出所 我们理解的是尤其滩成本 然后我们用法业的技术 辅助其是尤其迷得 对他们的能力 我们 arbe养跟学生 那么多比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